历史上的这个中国的改朝换代 从来没有教科书中写的那么明确 说是有了一二三四五 那么有了各式各样的表象 全国经济萧条 民怨四起 有多少人在宣传革命 有什么样的势力 准备推翻县战府 那么最后顺理成章的旧的政权坍塌 新的政权树立 其实这都是后人的总结 说到底一句话 新朝修前朝史 历史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不用把它当真 其实改朝换代呢 它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 这个过程中间发生的 前面大清灭亡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大清前两天还在搞的这个 一直到地方的这个宪政 制议局呢 对吧 准备普及宪政 武昌枪争 是不是 武昌枪争之前 武昌是湖北清军的地盘 相当的稳固 而且还有一个汉阳兵工厂 它是一个军工大政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问题 对吧 没有人考虑过 武昌会响起枪声 但是前面出现过一个四川的保禄运动 对吧 保禄运动是突然的吗 那不是啊 是不是 是一个虚拟经济的产物 对吧 橡胶股票风潮 那么大家都把钱拿出来这个炒股票了 包括这个大清政府在海关 留下来的这个官员 是吧 都拿去炒这个橡胶股票了 那么炒到最后呢 炒到最后出问题了 是不是 全国的钱庄都受到了拖累 所谓的保禄同志会 就真的那么光辉吗 他们如果不把钱拿去炒股 拿去炒橡胶股票 会出现保禄运动吗 保禄运动就单纯的是 清政府单方面的责任吗 现在史料已经公开了 不是这么回事 事实不像人们阐述的那么光鲜 都是一个一个巧合 说到底一句话 都是经济问题 那么热衷于虚敌经济 虚敌经济玩砸了 影响到 人们实际的 这个投入与产出 不相等的 炒股的时候 他从来没说过 平时呢 我就不能挣这么多钱 对不对 他觉得很理直气壮 但是赔了以后呢 赔了以后他马上就变脸 对吧 我们真金白银是吧 一个省的这个 筹的响 筹的钱 来修路的 现在清政府要收归国有 为什么呢 玩不赚 很多东西呢 不单纯是清政府的问题 他也有四川 这些股东的问题 或者说这些管理者的问题 其实问题都很大 但是教科书上他不会告诉 他总是说 保禄运动 这个四川的这些 保禄运动的这些先驱 把他们讲得很光辉 至于炒股赔钱 拿这个四川全省人民的血汉 去投机 这个就不谈 不提了 对吧 保禄运动出现以后 四川岂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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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 湖北调集新军 说到底就是这么个事 湖北调集新军往四川走 最后四川没保住 湖北造反了 对吧 你薄弱了吗 就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人们说 这个每一个历史事件 它都有自己的偶然性 往往人们又把这个偶然性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 完了之后就会告诉你 它一定会出现改朝换代 这是一个必然 那么爆发的节点在哪 不知道 这就是偶然性 是吧 所以呢 人们总是在说 需要一个爆然点 其实我们从2018年看到的这个外力已经足够了 对吧 如果没有出现川普政府 如果没有川普这样较真 对中共创会的几个主要的产业 进行一连串的 张弛有度的这种打击 那习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姓啥呢 对不对 满世界乱跑 对吧 他以为自己已经非常强大了 那么现实告诉他 他没有这么强大 不仅没有这么强大 而且不停的给他一重击 刚开始呢 中共根本就没了美国的这个贸易301调查当回事 等到他当回事的时候 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美方不仅仅是在经济上重拳出击 而且在政治层面上 已经对他的盟国进行了联盟 不断的这个利诱 说到底一句话 两个阵营其实正在形成 只不过中国这一方 他相当的单薄 他几乎找不到盟友 想找一老他够不着 对吧 海上过不去 陆地呢 有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有个贝露汁 对吧 他根本就过不去 巴基斯坦没有能力控制贝露汁地区 那么你想从伊朗获得石油 获得伊朗对你的援助 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可以提供给伊朗大量的 维护它体制稳定的这些方案 包括设备 但是要回来什么呢 要回来原油 伊朗能给你的 除了原油还是原油 他不可能一美元给你 那么原油你拖不过来 朝鲜呢 朝鲜是一个富的 对吧 他是一个小伙伴 前两年喜欢挑起他 一直掉到他胃壳 那么需要用他 给他点糖吃 但是没多大用 他只能给你拿仇恨 他还能干啥 还想指望谁 指望俄罗斯 俄罗斯始终像一头 伺机待发的野兽一样 他随时 希望能看到 中国的中央政权 出现软弱的 虚弱的 一口铺上来 解决他的问题 是吧 既能找到 温润 面向大洋的 出海口 又能解决 他国力 目前停滞 找不到正常点 这么一个问题 俄罗斯始终是 中国的一个危害 他不可能 作为你的朋友 那么中国还能找到什么呢 中共想维护 中国的这种 在世界经济中的 这种地位 他就必然要 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目前我们看不到 他有任何 可以壮大自己的地方 除了宣传 加大舆论宣传的掉门 他甚至连今年的 英界毕业生问题 他都解决不了 沿海地区 如果失去了 外向型经济的 这么一个发动机 中国就不是五六个省 能够养活自己了 一两个都很危险 如果说 中美之间 得不到一个 快速的和解 他在全球经贸体系中 他未来能够抓住的 就是一个欧洲 欧洲会长久的 被他抓住吗 不可能啊 而且你什么东西想运到欧洲 你都得有一个漫长的旅程 无论是从海上 还是从陆地上 中国的对外经过 没有 稳定的 未来可以增长的点 中美之间 它是不确定的 对吧 那么现在 中共 是不是像他们 像我们想象的 或者说 像他们宣传的 那么强大呢 他今天能够控制到每一个人 他可以监控到每一个个体 他在威胁 而且我们 其实许多上网的人 都在帮着中共 在威胁 威胁他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为了片面的追求 自己对中共的威胁 是吧 我对中共具有摧毁性 对吧 中共要派出多大多大的力量来 遏制 我对民众的启蒙 是吧 侵入了我的这个手机 侵入了我的网络 我就是在国外 我的这个信息也被中共控制 其实你看 无非就是一个自己制造的血 搞得满世界 沸沸扬扬的 好像中共已经成为全球的主宰 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恒心发报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吓自己 以讹传讹的东西 许多时候 我们被这些虚假的信息 被这些人造的信息 给搞模糊 我们认为中共好像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中共所有的力量依托于它的经济 包括它自己维持 官僚体系运转 以及维稳的这支队伍 它都是靠钱来支撑的 如果说它没有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 它靠中国本国生产的这些 经济产出 它能养活这么多人吗 人都是很现实的 当它感觉到 它的生活水平在降低 它为这个政权 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付出了自己的亲生 它得不到 以往一样的回报 就我们说的这种 从米罗里要让它往康罗里跳 对吧 它在心里就会造反 所以中共呢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我们有的时候 被虚假的信息 遮盖住了我们的眼睛 其实静下心来看一看 有很多自相矛盾的 这些解说 忽略就可以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 相当真实的世界中 所有虚假的信息 都可以被筛选出来 太离谱的这些传闻 不要信就可以了 中共绝对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而且他们的强大 是建立在整个世界 继续默认他们的情况下 一旦这个默认 被事实上的撤资 是吧 重新划分 生产基地 所有的这些实实在在的举动 所打破以后 规则一旦在重建了 中共就再也不会 像以往那样强大 他们的衰落 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